如果精简说可以想三点给大家做一个小的感浪 第一就是如果是石油或者是特别黄金这些商品 你买一点点回来无论是现货或者是相关背后的 是correlation跟得很贴的股份 其实我觉得小小来说是OK的是可以这样做的 但是当然你就要明白这些物体其实是纯粹一个 是令自己是幸免于烂的一种对冲式的用途 它不是拿来给你赚钱的 兼且对于这个点子有一个小分支的论点就是 不是踩自己香港的石油股或者什么 都是那句就是尽量不要用香港的石油股来做对冲 因为你见到其实在近油价这两年大升的角度 我们已经是历史证明了中石油和特别是883 它都不跟油价 相反就是说很公平地跟油价的 其实是美国的那些譬如是奥克森美孚或者雪范隆那些 那些 倒下来他们是很不公平的 你们怎样不跟 他不跟的意思就是跌就跌少的油价 升的时候就升得油价 那你其实是很着手的 如果是对于是压着油价上升的投资者 当然就是说如果是买黄金的话 就纯粹是买现货金或者金ET12840的算数 就不要压任何黄金的股份 因为用长期历史的证明就是 香港的黄金股以至就算是很吹捧的美国市场的黄金股 其实都不是很跟那个金价的 是 那样东西是第一个点要注意的 那第二 就是长期历史讲到一个点 就是你现在去买股票 不是说市跌协罗不让你买股票 就是不是见升体升的 见跌体跌不是这样的 而就是说在今年的买股票 我觉得譬如说在美国自己那边 你一定是要买一些 譬如说有一个股值模型给你去看的 就是说可能PE或者是最简单的PE 或者是股息率 有些那么传统的模型 都可以看到相对高低位的 一些的旧经济或者是新经济的股份 而第二就是说如果是买这些所谓的科技股 那个角度 那可能来说都是分段吸纳得来 你可能要看比较长线一些 特别就是说其实是要理解一下 就是通胀或者加息这些 其实是有些优秀的企业在很长的维度 其实坦白说 利率去到4厘或者是1厘有4厘也好 对某些科技公司近十几年的角度来说 你看到都是灌云烟 对它来说是没有关系的 甚至是融资成本根本来说 责任不是多的 对它来说就不是太有关系的 是纯粹那个估值或者情绪上短暂困 反而就是要提倡 如果加息他急的话 是对于是没有估值无形的科技股 它真是致命的 它真是可以跌到你的估值真的不懂计算 所以就要分清哪些是真的很敏感 对于资金紧缩 以至令到估值紧缩 哪些是很受这种因素影响的 哪些就是公司自然力量都没什么所谓 我觉得要很分清这一点 是的 这几样大家就当着 都是一些小錦囊 但是应该是怎么会这样的 就是批试试或者是肯定的 但是对于是真的 我们做一个很联系的 就是一个 легaisers的 然后我们做得到 还会很好了 但是我们做得到 我们做到 我们做到了 !